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龙之谷的黑张者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技能增加挂机的难度 阿曼之塔又为什么要把主被动怪物对掉 甚至以前妖身通往龙之谷唯一的路 又为什么要被封起来 关于种种的疑问 小编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很多玩家对天堂M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时候玩的天堂 但是移植到手机之后 很多地方被一一的调整 慢慢的变得跟以前的天堂越来越不同 由于模拟器的出现已经能够破解手机 使得外挂程式在玩家之间迅速的被散播开来 所谓的工作室也趁这款游戏炙手可热的时候 大举竞速并且赚取获利 但是大量的工作室进驻 影响到了一般玩家的游戏空间 宝物最容易掉落的龙之谷地区 无疑的成了工作室最喜欢去的地方 妖精森林是前往龙之谷挂几点最短 而且不用花钱的路径 因此当工作室充斥龙之谷的时候 官方从路径上直接阻挡 就能达到有效的阻止 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 官方封了一条路 工作室自然有新的应变方式 封锁路径对于已经存在龙之谷练功的工作室来说 其实影响不大 只要调整设定多花一些金币传送 依然可以轻松地挂上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龙之谷的黑长者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踪击 所有的黑长者后来都被官方赋予治愈逆行的技能 当遇到玩家时就会先释放技能 让药水恢复力降低 后续的攻击会让玩家持续损血 一直到补给品消耗殆尽之后 间接强迫他们回春补给增加支出的成本 那这个就让工作室挂金的难度会有所提升 当然这样的方式治标不治本 随着工作室等级的牺牲 还有更智慧的组队方式 他们依然能够在龙之谷安稳的战地打保 后来甚至发现他们改从齐岩城左侧的桥梁往龙之谷移动 因此在目前的函版中 齐岩城往龙之谷的桥梁已经被调整阶段 前往龙之谷的唯一方式只有透过地图传送 又或者远一点 从威顿村经由火龙库下方步行到龙之谷的右侧 除此之外 奥曼之塔各楼层同样也遭到工作室大量的进驻 因此官方透过主被动怪调整的方式 使挂金的难度大幅提升 然而在官方努力的驱赶之下 工作室快速的应变 依然让这些方法无法招架 就连一般玩家时常驻足的卸人区 在顺应新职业故事剧情之下 也无辜的成为了牺牲点 强度可比奥曼之塔的怪物 大量的出现在卸人区的北方 不论是一般玩家或者是工作室 都很难在AUTO模式下长久生存 海银城通往卸人区的小门也因此而封闭 在最近的改版中 官方首次在一般地图 用主动怪加入的方式 阻止工作室玩家挂机 这个地点就是野蛮森林 当玩家在AUTO模式下时 即使被新怪物攻击 也不会主动反击 一直到死亡为止 这个方式似乎成功了压制区域的工作室 但是不到几天时间 这个设计也被破解了 或许听到这里你会思考 这些方式真的有效吗? 在台服相对宽松的游戏管理环境下 工作室的数量和外挂功能一天比一天还相大 上面这些设计 几乎都能在几小时之内被外挂工程师破解 想要透过游戏内的机制来阻止工作室 比起韩服而言 台服会更难以发挥效果 过去工作室的存在或多或少稳定的物价的波动 但是现在还能有这种效果吗? 总归来说 不论台服或韩服 取地工作室都不是一四三招就能解决的事情 官方用再多的方法 成效也相当有限 技巧再多一样会被破解 不过有商机的地方就有市场 该抓的还是要抓 但抓到完全干净的环境时 恐怕玩家 大家大概也都推荐了吧 大家大概也都推荐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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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